小萨老师好 赵医生好 我叫陶璐奇 现在是重庆大学电器工程学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这么年轻 你是博士生导师 对 你再确认一遍你是博士生导师 是的 我以为他在念博士生 我想先请大家先听一段声音 然后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声音是由什么东西发出来的 像小鸟的叫 是吧 但肯定不是鸟 声音是一种最常用的信息传递的方式 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 电脑 都是通过扬声器发出声音的 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 它并不是由传统的扬声器发出来的 它其实是由一张黑色的小纸片发出来的 其实这个黑色的物质 它也是一种纳米材料 一种衍生的石墨烯材料 为什么这个纳米材料能发出声音呢 是因为当我们给它通电之后 它就会像一个热得快一样 它会快速地发热 然后就加热空气膨胀 当我们停止通电以后 它就快速地冷却 然后空气就会收缩 这种反复的空气的膨胀收缩 就产生了刚才大家听到的声音 响应速度那么快 对 因为我们知道声音的话 它需要一秒振动成千上万次 所以这也就是纳米科技的一个神奇之处 你如果要调节它的音乐的频率什么的 就是通过加电 通过通电的频率 通电的频率 然后跟电流强度有关系吗 有关系 那电流越强 它声音会越响 它声音就越响一点 是的 是的 有多厚啊 这个是一个微米级别的 十几微米到几十微米都可以调控 那你能够把它做到 我们手机里面的话筒吗 我们也是正在想着 朝这个方向去拓展 就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方向呢 是因为现在 当我们拆开手机以后 我们会发现 它的扬声器啊 是比那个处理器要大很多的 而我们将纳米技术用到手机之中 用于扬声器里 可以想象未来有可能 手机真的可以做成 像纸片一样的轻薄 但是呢 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 这个声音 它离一个完美的音质 还有一段道路要探索 这也就是我想请教 赵院士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我也会带自己的 这个硕士生和博士生 一起做课题 一起做科研 然后我日常跟他们 一直灌输的 就是要快乐科研 但是呢 尤其是当他们发现 它的前景还是比较渺茫 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时候呀 然后学生就会变得比较佛系 甚至他们可能觉得 我不做科研 可能还更加快乐 那在这种情况下 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快乐科研 你要知道 我是南村人 离重庆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一代的人 只要有茶喝 有麻将打 就是很快乐的 所以做科研 一定是一件不快乐的事情 科学的快乐老实说 很多时候 是不会在过程中间享受到的 对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煎熬 真正的快乐是最后 当你实现了你的目标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的确会很快乐 你知道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不喝酒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喝酒 我喝一次酒 要花5000日元 那个时候我在国内的工资 不是只有栽货生日元 才1000多日元吧 但是当我第一次 我的实验结果 最后出来 然后我就到时说 那时候我还学生了 说这个你出来的结果这么好 那你得重做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的实验结果越好 那越要重做 因为只有重做验证了以后 你才能验证 你才能验证 他是不是真实的 对 我跟你说 我有七天七夜在实验室 没回家 就天天就这么 晚上白天做实验 后来做完了以后 基本上重复了前面的结果 老师相信的 我就找了几个好朋友 去大喝了一顿 花掉了我国内 大概差不多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半年的工资可能 但那种快乐 和那一瞬间的放松 做科学的人 你享受的快乐 常常不是在过程中间 而是在 对 这个过程 经历过程之后 所以年轻的科研工作者 可能第一次 第二次比较痛苦 但是如果你一旦扛过去了 能够获得一次 这种极致的快乐 它一定会变成 很强有力地 能够抗击打的这种能力 甚至能够更好地 去面对困难和挑战 谢谢小大老师 谢谢赵燕士